就是 剛剛做哪些事呢?比如說1到42 可不可以用VBA做 可以 怎麼做 答案在雲端上有 不過最好想一想 For i 等於3到8 For j 等於1到7 然後輸出1到42 然後再一個一個慢慢的把 這些都做完 然後呢一樣就是下拉清單 那最好是什麼 當你下拉清單的時候 它可以自動幫你 產生你要的底下的東西 那我們這個時候 不是用函數 而是全部用什麼 用VBA 做出來的結果一模一樣 所以你下拉清單 不過這個下拉清單還是沒辦法用 這個還是要用資料驗證 自己去把它做出來 2015 12月份 就這個月份沒問題 如果是2016的 1月份的話 比如說這個地方下個月 我們 到這邊 然後我們23 16號選舉 有沒有 那或許你這裡面 假如還要再加上一些其他東西 比如說行事例 等等的 其實也都可以把它在 慢慢再強化它 OK 那這個地方怎麼做的 我雲端上有放了 總共有五段程式 萬年曆一到五 就是步驟 OK 那等一下的話 我們再來 各個跟各位說明 怎麼樣把 函數 轉成 VBA 這也是一種流行的東西 所以我也是不能免俗的 不能置身於外 所以大概短期 下學期 我也把這個R的東西 再融入到我們VBA裡面 其實它到底都一樣 就是說你今天是 不要到你要到台北車站 你要怎麼去最快 的工具 那就是交通工具 當然你也可以走路去 你也可以騎摩托車 騎腳踏車 或者是坐公車 反正它就是一個工具 每個工具有每個工具的特性 你不能說這個工具 都完全全能的 你也可以開法拉利去 可是你到法拉利開到那邊的時候 你就會想說 這個 我車應該停哪裡好 停了之後你會想說 會不會有人把我的車A到了 然後呢 而且開這一趟到底滑不滑算 是不是能夠得到很多的 大家的目光 那你可能算了 最後還是決定回來 所以之前我聽過有人 開車出去之後 繞一圈之後又回來 又把車子又開回車庫 出去還是騎摩托車 比較好 也有這種人 哪一種比較好呢 當然你就要看說 適不適合 你要去做這件事情 也就是你殺機不用牛刀 每個工具 每個工具的特性 你說R就全能嘛 也未必啦 那這個東西呢 其實可以跟VBA稍微做個比較 R的好處就是免費 那 VBA是不是免費 它不是免費的 不是啊 因為你要去買office軟體啊 可是因為你公司都幫你買了吧 那你家裡又裝了啦 那你家裡裝的是什麼版呢 免費版嗎 這就不能研究了 再細 OK 那也許 那第二個是說呢 它是不是一個成熟穩定開發工具 當然 VBA是不是 VBA也是 它是不是 它也是 而且它 在那個Google support的 蠻蠻多的 就是因為Google大量的support它 所以 而且它是開放的 那因為它也免費啦 所以很多那個 很多善心人士會寫了很多韓式庫 就像說我們也用韓式 可是那間韓式不夠的時候 我們要自己寫那個韓式 但是 用R的話 它有別人幫你寫好的 所以你只要怎麼樣 把它拿來用 複製貼上就好了 所以其實未來當然VBA 應該是不是應該有很多人幫你寫很多韓式 然後放在雲端上 給你複製貼上就好了 目前是只有我給你們 以後的話 假如 是不是應該有來一個那個 你是有VBA的那個韓式庫的一個 類似論壇 然後可以幫你分別的 以後你去那邊找 找到這複製貼上 你的問題就解決 那是最好的 可是目前好像沒有人這樣做 好像這也是一個方向 我很想去做這件事情 只是說我覺得 感覺上 在台灣好像真的要贏 你丟出一些東西好像不太容易 不過也是一個方向 這個因為是全世界 不是只有台灣 全世界很多人 他都 不過很多都原文的 所以你們可能要看這些東西的話 還必須可以一些原文 它的說明也是原文的 所以你要去看懂它的東西 然後呢 它會 讓你可以用 OK 而且也是免費的用 語言很簡單易學 然後安裝 檔案只有50 50Mbps 另外就是說 相同性非常好 除了在Windows裡面 在蘋果電腦也可以 在Linux環境也可以 不過說真的 這些不是很重要 因為現在大家都用Windows嘛 因為現在大家都用Windows嘛